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贵妃 您这不是出太后的心窝子吗 不仅如此 太后还要自己递风出去 让皇上知道 太后已经知道了下嫁长公主的益处 极力要将长公主嫁出去 挨家自己去说 要许嫁横提 是 当然 臣妾不是真的想让太后嫁女 而是想帮太后把长公主留在身边 所以恳请太后迎室 前朝后宫齐礼 越是人人知道太后要嫁女 尤其让皇上和皇后知道 越能力保 横提长公主留在宫中 则立而为 是为后妃的选择 丽宝儿女 是为人母的选择 皇后是额娘 即便她知道 也舍不得自己的女儿的 想必皇后是为母情急 一时乱了方寸 才会不顾病逝 为何静公主拼礼一搏 这时候太后和皇后 谁先定下心来 往前走一步 反而可以留住自己的女儿 好处多了 才会让人心动 哀家自己去造势 让妇察氏族暗暖不入 碧会给皇后施压 皇后是傅察氏之女 处处以全族利益为重 如今被自己的至亲逼迫 怕她也无可奈何 哀家小瞧你了 果然是个聪明人 谢太后夸奖 皇上为此事烦心已久 臣妾只想助皇上 了了这桩心事 心事已了 朝局也安稳 臣妾也可以略略报答 当年太后的庇护之恩 仅是如此 仅是如此 怕你还恨着皇后吧 臣妾不敢 冰雪聪慧 你这脾性 白家喜欢 皇上还在为蒙古求取之事烦心吗 皇上 皇上别这么看着臣妾 臣妾不胡乱多嘴就是了 说来 臣妾也是和静公主的庶母 当然是希望公主留在身边的好啊 这还像句话 嫁了蒙古 便是得了实打实的靠山 皇上满心孝顺 自然是希望科尔沁部 这般威武的好女婿 是给太后得了的 实打实的靠山 这个道理你明白 难道朕不明白吗 皇上当然是最明理的 谁的女婿总帮衬着什么 行了 你别说了 朕议已决 下去吧 臣妾告退 皇上要本宫和淳贵妃 去劝和静公主 是 皇上怕是自己为难 皇上虽然决定 让和静公主下嫁 可心里总是不好受 若贤主和淳贵妃 能劝得公主乐意接受的话 那皇上心里也好受些 本宫明白 也是该替皇上分忧 可公主的性子 怕是不好劝 和静公主 是皇后所出的嫡公主 性子巨傲 一向是不好说话的 有劳贤主和淳贵妃了 淳贵妃已经知道了 正在赶来 要与您商议呢 本宫知道了 本宫知道了 你先回去吧 知道 主 看来您跟淳贵妃 有钉子要碰了 也许吧 劝和淳贵妃之事啊 不能越过皇后 午后等皇后服了药 精神些 咱们先去面见皇后 眼下不是应该先去 劝收和淳公主吗 皇上并没有让您 先去见皇后娘娘啊 皇后娘娘 是和淳公主的额娘 这事也瞒不了她 父皇 是本宫的亲弟弟 怎么能力于熏心 听朝鲜们说 皇帝下加克尔勤部的好处 就这样 让半宫同意 金色出嫁了 就连张廷玉大人 都在皇上面前敬言了 您再舍不得母女分离 也得为傅察师 上下打算呢 本宫怎会不知道 林英克尔勤部 对傅察师 有莫大的注意 也可帮助皇上 制衡蒙古大部 可是 本宫身为人母 舍不得情色 可傅恒大人说 天大的好处 不能给了太后 和纽胡路事 本宫这一辈子 都在为了傅察师 就不能许本宫 私心意悔吗 傅恒大人说 您病重 不能不想到万一 如果 谁还能为公主的婚事 打算呢 他们哪里是为了本宫 和景色着像 他们的满心里 只有傅察师的利益 您是大亲的皇后 更是傅察师的皇后啊 本宫为了傅察师的如光 已经耗尽了心血 舍出了一身 结果 连自己的女儿 也要跟着本宫一同牺牲 娘娘 您该吃药了 娘娘 嫌贵妃来了 今儿倒是热闹 家妃刚走 你就来了 人人 都往本宫跟前凑 臣妾是来禀告皇后娘娘 皇上命臣妾和淳贵妃 去劝说和景公主 远嫁蒙古 克尔庆部 皇上思虑再三 宁舍一时之情 也为公主找一个最好的去处 本宫身为皇后 皇上有什么事 自然会亲自来跟本宫商议 胡须你来告知 再者说 本宫母仪天下 与皇上一心 自然以国事为主 景色是嫡公主 何该为大清的江山设计 奉献一切 皇后娘娘不舍公主 但为了江山设计 如此通达 垂范天下 令臣妾钦佩万分 您宽宽心 对奉体也有意 你不要总惦念 当年差点成了皇上的敌伏计 现在看着本宫体虚 就像岳祖带袍 臣妾还并无此意 皇后娘娘提起这些事 这么多年是皇后娘娘放不下 幸有执念 难免行事被乱 本宫是大清的国母 从来行事清明 何来得悲乱 皇上了解皇后娘娘 欣喜天下 更欣喜复查室 皇上知道皇后娘娘 会云准和静公主 驾往蒙古大部 一是为了江山设计 二是为了公主 有个好的归宿 和复查室互相扶持 延续复查室的荣光 出生大族的女子 哪一个不是为了家族的荣光 费尽心思 当年 你的姑母这人工 不也如此 她费尽心思 把你塞给三二哥和皇上 又为哪一般啊 你啊 不会是想费心 你族中无人罢了 臣妾族中是无人 臣妾更无儿无女 不似娘娘般福泽深厚 臣妾能从冷宫活着出来 也实属不易 只想过简单随心的生活 不想似娘娘般 被族中亲人逼迫 做着违心之事 含泪待笑 更不会和儿女生离死别 你少在这里办伶牙俐齿 劝得服景色 才算你对得住皇上的吩咐 皇后娘娘尽保重奉体 来日还要送和静公主出甲 臣妾先告退了 娘娘 你没烫着吧 你下手气 千万保住身体啊 公主 贤贵妃娘娘和陈贵妃娘娘来了 坐吧 公主 在看女责啊 想必是重敬长孙皇后的言行 皇上已经想好了 公主驾往蒙古科尔沁部 婚事就定在明年三月 草长英妃 春河景明 果然是公主出嫁的好日子 我不嫁 即便我真的要嫁 我乃中宫嫡楚 婚嫁大事 岂是你们二人可以向我冒昧提起的 自会有皇祖母和皇阿玛皇额娘向我说 公主说得极是 此事原本不该我二人开口 只是公主也是知道的 皇后娘娘病弱 无暇顾及公主 皇太后年事已高 皇上要一心忙于朝政 所以才将此推心致富之事 交于我二人 说来啊 皇上真是心疼 公主是嫡女 所以才选择了蒙古科尔沁部 最尊贵 最至亲的王爷为额父 这门亲事啊 果然是门当户对 你不必拿皇阿玛来压我 传贵妃若觉得远嫁蛮荒之地甚好 何不让你自己的女儿出嫁呢 这景言才两岁多 要如何出嫁 公主 蒙古铁骑向来是我大清 安定四方的后援境律 满猛联姻 也是先祖就留下来的规矩 那又如何 我不喜欢自然不讲 公主想天下之哑 就该为天下清尽心力 更何况这次 只是让公主遵循 满猛联姻的救赎 父母在不远游 皇阿娘抱病永从夭折 我身为长女理应承欢西夏 洒扫侍奉 以权孝道 公主的这门婚事 要尽的就是皇后娘娘的孝道 怎么可能是皇阿娘 她怎么舍得我这唯一的女儿 亲阿哥早上 皇后娘娘唯一能依靠的 就是公主您一个人 若要中宫之位稳弱泰山 就须有强劲的依靠 公主加往克尔亲补 便是最好的打算 宪贵妃 何必把这些事情 与公主说穿呢 公主不懂父母的苦心 本宫要跟她说一说 公主若不明公众的道理 本宫也得跟公主谜一谜 皇上执掌四方 就须安邦定国 皇后娘娘为之中宫 就须努于天下 公主是天之娇女 就须为大秦尽心尽力 为皇上皇后尽辅佐之责 在这宫里边卑微如奴才 尊贵如公主 都有自己的位置和责任 别无选择 皇上执掌 你皇阿玛 既然让两位贵妃去劝你 就说明她决心已定 只差一道圣旨 颁布天下 皇上的脾气 皇额娘是最知道的 江山为重 她决定的事 就再难转换 哪怕是皇额娘 事先背了万一的侥幸 如今也是不能了 可是皇阿玛 还有横体长公主这个妹妹 横体长公主是儿臣的姑姑 还比儿臣大了几岁 为什么皇阿玛 必要选儿臣呢 你皇阿玛 原本也想让横体长公主 嫁出去 可若真的要做 无疑是加强了太后 与蒙古各部的联系 皇阿娘的意思是 就因为太后的端淑长公主 嫁去了蒙古 所以横体长公主不能再嫁 是 可儿亲补 是我大清最重要的隐亲 是大清安定的后盾 要嫁 只能嫁最亲的人 而你若是嫁去蒙古联姨 便是对皇阿娘和夫查氏一族 最大的扶持 所以 真的是儿臣了吗 这是最好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 不能给了太后的女儿 必须要抓在我们的手上 可是皇阿娘 并真的舍得女儿吗 皇阿娘从一出生 便知道 自己这个人 这一条命 都是属于复查室的 像你 一出生便是公主 你的一切 是属于大清的 作为大清的公主 这是你的职责 也是你最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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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儿臣明白了 儿臣既然存定了孝心 也是大清和夫查室的亲王 那么女儿 顺从就是谁 电子 让有了 危险 就是 太了 遗 Dum 了 ' 噢 嗇 不要 kon 我 你 快 貌 他 霍 你 安主 安主 我头一回知道 原来生在帝王家 是如此艰辛 还不如做一个 乡野村夫的女儿 还没了这么多居数 本宫无能 不能保住皇子 以后 复查室的积业和长盛 一般是要靠景色了 娘娘一番苦心 还是不要多死老神了 赶紧歇一歇吧 娘娘 娘娘 林心 快进来扶娘娘 娘娘 娘娘 快去请太医啊 娘娘 走 快扶娘娘到她上 这次 金色出生时 皇后生的大公主 就已经夭折 折妃难产 与二公主 一块离世 所以很久以来 朕只有景色这一个女儿 直到淳贵妃生了四公主 但也难以取代 景色在朕心目中 掌上明珠的地位 臣妾知道皇上 一向疼爱和静公主 在朕的心中 女儿与世无争 怎么教养都不过分 纵然偶尔景色骄纵任性 但朕也从来不以为意 朕一直以为 景色会永远待在朕的身边 承欢西夏 从未想过有一天 她会远嫁 皇上这般舍不得公主 要不然 要不然皇上 在京城设立公主府 让公主和儿妇成婚之后 多回来醒亲 这也算是个缓和 眼下也只能这样了 朕只希望 景色可以安心地 接受这门婚事 从今往后的日子 能够何乐美满 克尔庆与大卿联姻已久 此番臣意求取 他们一定会好好待公主的 皇上您也不必太忧虑 但愿如此吧 顾伦和静公主上蒙古科尔庆部 敬封横提为顾伦柔书长公主 明年三月上礼藩院侍郎宗正 哀家知道这个宗正 出身书香门帝 是个踏实有才之人 而且横提嫁入京中 可以时常在哀家面前计孝 太后 心愿已足 再没什么不高兴的 是啊 没凭争气 没少在皇帝面前吹风 贤贵妃很尽心 若不是贤贵妃想到 反其道而行之 皇帝没准还听不进去呢 也是皇后病重 总要为女儿想个好去处 这个好 在傅察氏族人面前 必定心动 皇后娘娘的病 皇上心里有数吗 皇帝当然是知道的 这不吩咐了提前回轮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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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在这儿 躺着 躺着 朕原本睡下了 但心里面 总是念着你和景色 心里不安 所以过来瞧瞧你 谁知你一直昏睡着 臣妾已经好多了 皇上 臣妾想再次去陛下援君祠拜仇 希望赐臣妾一个嫡子 皇后 你身子不适 不宜劳动 过些日子 朕打算回乱 咱们也该回京 为景色的婚事准备了 臣妾没事 你好好歇着 朕去前厅做做 再回来看你 皇后的身子 已经遭到了这种地步吗 皇上 皇后娘娘这些年 一直是交思苦虑 太过要强 一直想着进步提起 原本是精神百倍的 但是 但是 皇后娘娘是用心过肾 其实大半是心病 微臣们只能医得了病 却医不得心哪 望皇上赎罪 皇上赎罪 这次有景色的婚事冲洗 只要你们细心医治 皇后一定会好起来的 是 黎月 未免车马颠簸 皇后的身子受不住 回城改走水路 你加紧安排 这 医得了病 医不了心 本宫 果真落到如此地步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夜见皇后的气色好了许多 今夜见皇后的气色好了许多 走了 是 你看 你 我 Southern学 vir 快想一下 这 皇上 没几步路 有苏联和联心 陪臣妾回去就行 礼遇还是伺候皇上要紧 好 你回去时 小心足下滑着 臣妾多谢皇上关心 皇上 臣妾告退了 李渔啊 山东巡抚 新进了一个四周班子 可以让贤贵妃过来赏月了 晚膳前奴才去通传国 这时候贤贵妃该过来了 今晚月色真美 本宫许久没有见过 这么清冷的月色了 皇后娘娘 别招了风 咱们还是赶紧回船上吧 娘娘喜欢赏月 不如奴婢去让齐太医晚点来整拜 临心陪着娘娘 也好 给皇后娘娘请安 贤贵妃 这是要去哪儿啊 皇上有旨 让臣妾去赏月 让臣妾去赏月 去吧 她这半得意 她是要在本宫面前药物扬威吗 娘娘 回船上去吧 本宫 想在这儿多待一会儿 那奴婢去取些药来 这个还挺好吃的 问淳贵妃于非安 梅瓶来了 快坐吧 可行上茶 是 怎么想着过来了 妹妹睡不着 来找姐姐们聊聊天 只怕是妹妹太像皇上了 才会睡不着吧 姐姐们知道吗 东旬前 青天剑层禀报说 贺兴献离宫 遇事中宫 将有祸殃临头 这如今看来啊 皇后娘娘病重 就是应了这句天象啊 不能乱讲 皇后病重 是因为七阿哥过世 伤心过度所致 可怜的孩子 怎么就得了斗意 还好这场斗意 只是轰了一个七阿哥 别的阿哥和公主都安然无恙 也算是神佛庇佑了 有什么可怜的 两位姐姐 没听说过一种说法吗 什么 一报还一报啊 为娘的做了什么念 便都报应到孩子身上 这二阿哥和七阿哥 都是健健康康的好孩子 怎么会都早腰了呢 梅嫔 说话不要没遮灭蓝的 若是给皇后娘娘听了句 一报还一报 一报还一报 本宫做了什么念 都报应在永莲和永丛身上 为娘的做了什么念 为娘的做了什么念 便都报应到了孩子身上 不 不 好 好像什么东西落水了 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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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 我们去看看吧 姐姐别呀 外头伤痕 板 也对 若是有人落水了 必定会呼救 我会这么安静 来人哪 皇后娘娘落水了 来人哪 快来人哪 皇后洞后洞后来 快救救他 快来阳阳 老师为了 快来阳阳 快来阳阳 下个阳 奴才回家 好了 停手吧 说到底 也是皇后 让他们取药找太医 才没跟着的 平日里这两个丫头 还算是尽心 等皇后好了 还得留着伺候皇后呢 皇后娘宽远 罢了吧 该罚的也罚了 听说把皇后救上来的 是个御前侍卫 是吗 是侍卫林云彻 看到皇后娘娘落水 跳下去救她 是个有功的人 皇上 林云彻是皇上御前 最末等的兰陵侍卫 此刻正在换衣裳 一会儿就过来回话 传朕指议 林云彻救护皇后有功 赏白银三百两 升为三等侍卫 不必进来谢恩了 喳 秦太医 秦太医 怎么样啊 秦太医 皇后娘娘是不是不太好啊 我先禀告皇上去吧 皇上 如何 皇后娘娘府中的水已经空出来了 娘娘的脉象是怒急攻心 心里交瘁之兆 此刻谈其尚用 迷了心窍 甚至一直未曾清醒 嘴里说着什么 一包还一包 只怕是 只怕 只怕什么 皇后娘娘由尽登枯 怕是到了弥留至今了 但愿皇后娘娘夫责身后 上天毕庸 您会说什么 皇后娘正值圣年 怎么会尤尽登枯 什么 之后 无奈 其尤尽 其尤尽 我 你 有奈 有奈 知 今 有奈 真 只能爱家来了 皇娘 儿子一心惦记着永聪 其他事 儿子不想听 不想知道 皇帝 永聪已经走了 皇帝 没了永聪 哀家心里也难受 可是即便没有永聪 你还有别的儿子 皇帝 你一定要忍耐哀痛 否则 否则紫禁城的天 就要塌下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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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您好歹吃点吧 皇上在和宫家宴上过不来 这是皇上特意差人送来的 请您保重奉体 恒蹄 每次你进宫 都觉得时辰过得太快了 年后 额娘又要跟着你皇兄东巡 有段日子见不到了 说起来 这是皇兄登基以来的第一次东巡 想来应该很盛大吧 秦皇汉武就有东巡盛举 又以登泰山风扇最为隆重 今年这个年过得又不安生 一直在做白事 而皇帝困在宫中 又触紧生情 不如出去走走 散散心也好 皇上也是孝心 奉太后同行 只是听说 皇后娘娘身子病得就剩一把骨头了 也不知去不去 也不知去不去的成 这些事 哀家都不操心了 现在哀家操心的 就只有你这个女儿了 恒蹄啊 你这个年纪 早该一婚了 恒娘 我不想嫁 我就想留在娘身边 能多进宫陪陪您就好 傻孩子 哪有大了不嫁的 姐姐已经远嫁了 恒娘 你舍得我吗 当然不舍得 说起你姐姐 恒娘的心就痛 所以恒蹄 你的婚事 恒娘无论如何 也不会让你像你姐姐那样 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 恒娘 恒老娘万安 你哭什么呀 恒老娘 儿臣担心你 你弟弟都没了 哭 还有什么用 恒老娘 弟弟去了 您还有女儿呢 女儿会成为您的依靠 会给您争气的 女儿有什么用 有了儿子 女儿就是锦上添花的点缀 没有儿子 女儿连雪中送炭的 那点炭火都比不上 不过 始料剩余无罢了 无罢了 黄恶娘 你就这么看不起女儿吗 黄恶娘 不是看不起你 而是瞧不起自己 像我这样 连个儿子都跑不出的恶娘 或者 还有什么意思 黄恶娘 您别这么说 如果你自己 都这样灰心丧气的 那女儿可怎么办呀 黄阿玛有那么多 废弃儿女 可女儿 女儿只有您啊 实实的 您都变成这样了 黄阿玛怎么还忙着东巡的事情 东巡 什么东巡 黄阿玛要带六宫嫔妃去齐鲁之地 她没有去登泰山 寄孔庙 这是皇上 登基十三年以来第一次东巡 本宫是一国之母 我怎么可以不去 黄阿玛 您不能去 您现在还病着呢 其实 皇上是想让皇后娘娘去东巡的 可是又担心您 悲伤过度 病体未愈 经不得车马劳顿 所以一直没有对您说 可本宫若是不去 那到时候 又是事实 有限贵妃月族待跑 皇阿娘 她就是个贵妃 她还能怎么着呀 她是贵妃 娘娘 可她这个贵妃 月大本宫前得的事情还少吗 不 就算是永聪和永连都不在了 可本宫还是皇后 可本宫还是皇后 她没去当本宫死了吗 皇阿娘 娘娘 好 儿臣虽然没有用 但也是皇阿玛和您唯一的女儿 无论您做什么决定 女儿 女儿一定会陪着您的 女儿一定会陪着您的 苏联 母 去请其太医过来 本宫定是要她好好治一治 是 是 皇上首次东巡看天象 二月初四是个上上大吉日 便可初巡 好 此次东巡皇后执意跟随 朕也希望皇后可以排解忧愁 皇上 微臣有一事不敢不禀告 说 天象大义又克星献离宫 遇使中宫又祸殃临头啊 中宫痛失艾子 屡遭病痛 已遭受祸殃 何来不及之说 微臣有罪 静忠 带秦天剑下去 善 谢皇上 来 李渔 皇后一心求好 愿意伴随朕东巡 你且安排下去 这东巡路上必得稳妥 是 zon 李渔 李渔 政策 玉冚 优优独播 李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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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从京城出来 也有大半个月了 皇后舟车老顿 跋山涉水 可谁累着了 由皇上实事相伴 臣妾觉得尚好 底下的百姓们 看见皇上与皇后娘娘 形影相随 都感叹间谍情深 人人羡慕呢 是啊 这一次朕东巡 就是想带皇后一同散散心 原以为皇后会窝边不起 却不想这么快就见好了 皇上登基后 第一次东巡 臣妾自然要相伴左右 前那日 皇上与臣妾登泰山 拜及陛下援军慈后 臣妾一直梦见 陛下援军 在睡梦中召唤臣妾 民间传说 陛下援军神通广大 能保身子顺遂 皇后屡屡梦到陛下援军召唤 看来是心愿要达成了 这是急诏啊 虽说是大急之诏 可臣妾病体出狱 还需要齐太医在侧 随时诊候 皇后娘娘奉体安康 臣妾等也就安心了 是 皇后娘母仪天下 自然神佛护友 你们不过是妾室而已 一定要悉心服侍皇后娘 请策 公主说得是 娘娘看着气色还好 但夜夜难眠 人都虚好透了 信得你每日被本宫梳妆 两个时辰的功夫花下去 才遮得住本宫 并能憔悴 娘娘 这是齐太医开的 提神益气之药 您快趁热喝了吧 怎么比前几日的 要浓一些呢 齐太医加了两倍的药量 说是您这几日 舟车劳顿 若是剂量不重 只怕撑不住您的身子 齐太医叮嘱了 说是吴氏便要含着身片 大补精神 其实您何苦来东巡 您的身子受不住啊 皇上第一次东巡 本宫若不陪着 必定会被世人耻笑 说皇后能够服侍 那就会丢了复杀室的饮料 百姓们都夸皇上和娘娘 恩爱无比呢 本宫一定会留着这一份恩爱 等皇上 那景色赐了婚 让他嫁一个 可以富吃富茶室的好人家 皇上似有不悦之事 你可知道 蒙古科尔进步 要替其子 色不腾巴勒朱尔 求许嫡出公主 那孩子你知道 一直在京中 是皇子们的半读 后来两年前又封为辅国公 也算是知根知底的 未出嫁的嫡出公主 除了皇额娘的幼女 横铁掌公主 便只有皇上和臣妾的景色了 难不成 科尔进步是要求去景色 这科尔进步啊 只说要求去嫡出公主 也未说明是哪位公主 所以才要斟酌 这若是嫁在京中 还好些 这按照啊 科尔进步历来的传统 亲王之子成亲 是要居住在科尔进步的 那这就是远嫁了 别负离母 这也太苦了 请梅萍娘娘安 听闻皇后的病情好了许多 臣妾特来向皇后请安 皇上正在里头呢 请娘娘略等等 也好 那我就先院里溜达溜达 横铁妹妹正值方林 罪易出嫁 皇上 虽说科尔进步是蒙古大步 罪是富庶尊贵 可咱们的景色还小 怎么可以嫁去那么远呢 朕与你想的一样 但朝中大臣 极力反对 朕将横蹄公主远嫁 理由是 横铲公主已经嫁到准个儿 若是横蹄公主再远嫁 只怕皇额娘会老怀伤心哪 臣妾才没了有错 立刻要景色远嫁 这不是要了臣妾的命去 皇后莫及 扶皇后坐下 是 娘娘 皇后啊 你别这么说 朕明白你的心思 朕也不舍将景色远嫁呀 臣妾一听说 朝廷议论求娶嫁公主的事 想着皇上又没来您这儿 定是去了皇后那儿商议 臣妾借口请安 果然听见皇后一心护着自己的女儿 想把您的横蹄长公主远嫁到蒙古去 皇后 皇后在意自己的女儿 却浑然不在意哀家的女儿吗 人心都是肉长的 谁的女儿谁疼 你是个有效心的 埃家知道 之前 埃家让你做什么 你才做什么 这次 你倒是上赶着 自己做事 臣妾 也有过自己的孩子 怎会不知太后心疼女儿的心情 臣妾 一心想为太后您分忧 嗯 很都是 臣妾就奇怪了 皇后本来病得起不来身 怎么说好就好了呢 皇后这哪是好啊 怕是用药掉着命吧 那 何敬公主 真要远嫁 皇后 她哪受得住这般伤心错磨呀 皇后是无助 埃家就受得住啊 埃家已经远嫁了一个女儿了 皇后 罢了 出去吧 臣妾告退 梅萍虽说身子不大好 但论有用 可比庆常在和淑品强夺了 淑品一心都在皇帝身上 不大会为挨家的事开口 可是 横提远嫁是件大事 不管皇帝怎么想 一定要跟那亲他们说 大臣们 一定要反对 反对到底 是 何敬公主 性子颇傲 远嫁蒙古魔力性情 挺好 她不是 老是自诩为嫡出公主吗 那就该让她尽进 嫡公主的职责 还请好 娘娘 母亲 娘娘 娘娘 娘娘娘 来了 有 我们 阿我想 威门 脑云 可娘娘娘有 这什么风把妹妹给吹来了 听说她的身子骨不行了 全拿药吊着 既然皇后的病是吊着的 那就最不能伤心动气 那如若她唯一的女儿 当真必须远嫁的话 她怕是要伤心坏了吧 那怕是要受不住了吧 臣妾给皇上请安 起来吧 你在等朕啊 听说皇上心情不快 臣妾想说陪皇上走走 散散心 不必了 是不是为了公主远嫁之事 你也有话要说啊 皇上真的生气了 大臣们反对 横提远嫁 跟朕过造了两个时辰 接着没品也跑来凑热闹 你呢 你想说些什么 远嫁公主是前朝政事 臣妾无话可说 那你是要朕去见皇阿娘吗 皇上若是想见自然会去见 皇上若是暂时不想见 自然有皇上的理由 只是皇上如果没有心情散心 臣妾就先告退 那你来干什么 臣妾只是希望皇上不那么累 不那么烦忧 好 朕知道了 你回去吧 臣妾告退 朱儿 太后不是让您来替她说话吗 你怎么什么也没说啊 皇上心烦 我实在是不愿再赠她烦忧 太后若是要怪我无用就怪吧 让你去劝皇帝 你是怎么劝的 太后息怒 皇上心烦 臣妾真的不想让她更烦忧了 臣妾理解太后心疼女儿 可皇上身为人妇 她也真的舍不得和静公主 这个和皇后唯一的女儿啊 你倒是体贴皇帝啊 怎么不体贴体贴阿家 一定要让阿家接连远嫁两位女儿 你才高兴吗 臣妾不敢 臣妾心疼太后 但也真的舍不得皇上 实在不知该如何开口劝说 最后 还是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你忘了阿家 是怎么成全你的私募之情 让你成了皇帝的嫔妃 若不是阿家 能有你今日 太后打得对 使臣妾无用 臣妾不能向您报恩 可是太后 您既知道臣妾一片痴情 就知道臣妾是真的做不到 长久以来 你就不肯为阿家的事 向皇帝禁言 阿家提亮你是一片真心 也不多做要求 这一次不一样 这次是为了横提 你知道阿家是不能再 跟自己的骨肉分离了 臣妾明白您的交集难过 使臣妾无用 请太后息怒 好 早知道你如此情吃心软 哀家就不该成全你 迟早要吃大亏 好 臣妾给皇上请安 你怎么来了 臣妾来给皇后娘娘请安的 皇后没心情 你不必请安了 陪朕走走吧 是 皇上看上去累了 臣被大臣们 过造了两个时辰 又被皇后 请来听她哭诉请求 这许嫁一个公主啊 竟让前朝和后宫 闹得如此厉害 太后和皇后生为人母 自然会舍不得孩子远离 一个是女儿 一个是妹妹 朕都舍不得 若非要一个家到蒙古去 朕很为难 若是横提不加 非要景色去 那皇后必定伤心欲绝 这身子怎么好得了啊 皇后娘娘有其太医堪固着 皇上也不必太担心 许嫁之事 过些时日 太后和皇后 都会想明白的 皇上 皇上到时候 就会有个决断了 夜里还照皇后你过来 是有件东西要给你 儿臣身自欠安 未能成婚定醒 以事礼数不周 哪还敢受皇娘的东西 哎 你是哀家亲自挑选的儿媳 何必这么客气啊 这是哀家封贵妃的时候 先帝赏赐的珍珠领约 是 瞧瞧 这几颗珍珠颗颗圆 哀家知道你节俭惯了 但景色到了年纪 哀家这件东西 就当做给他添嫁妆吧 来 福家 皇后娘娘 巧了 儿臣与皇额娘心意相通 苏烈 儿臣不惯奢华 唯有手头这对采金烟氧 是与皇上大婚的时候 先帝所赐 最为珍贵 如今 恒提长公主 要许驾克尔沁部 儿臣特意奉上 为了恒提妹妹的妆帘增色 好 好 茶水凉了 福家 换杯热的 是 我 不许驾克尔沁部 谁给你生命的 人家 会儿子 你不会有点 你不许驾克尔沁大夫 你会儿你 你会儿子 瞧不起那些树出的弟妹 自然是他嫁与克尔亲部最合适 景色年幼 说话不知轻重 哪里可以许了人家呢 儿臣把他留在身边 好好教导纪年 等初落得有模样了 再嫁也不迟 你等得了 蒙古等不了 自古慈母多娇儿 景色出嫁成了人席 自然就懂得规矩了 比你这个亲额娘教导 要有用多了 再说了 这次求娶公主的克尔亲部 是蒙古诸部之首 地位尊崇 这不现成 有横蹄妹妹吗 唯有景色出嫁 才肯匹配 论长幼 横蹄年长 又是景色的姑姑 自然是长辈先驾 在考虑晚辈的回事 帅皇上 找三天去 你也认识 或许多说 宣伟 就要去 你也捂好 一个 宣伟 yn子 皇上 太后召皇后娘娘过去 听说二位主子 有点杠上了 福家姑姑 派人来请您过去转还些 杠上了 朕去瞧瞧 朕要是去的话 皇后跟皇后娘 一定会要求朕给个说法 朕不能去 皇上 可是太后和皇后娘娘 僵持着也是不妥啊 皇后浮躁 事情还没有定论 朕逼着皇后娘都来不及呢 皇后却自己送上去 李渔 去请皇后回来 皇上 两位主子在呢 哪有奴才说话的地儿啊 无用的东西 是 皇上 要不这么着 皇后娘娘病着呢 请齐太医去给皇后娘娘送药 也好给彼此一个台阶下 甚好 就这么办 这会让皇后娘认为 皇后病着 糊涂着 万一说错了什么 皇娘也不会和她计较 是 皇上 张婷玉大人求见 她这么晚来见朕做什么 和你 还要再招待 皇后 你 皇和娘 永从心伤 景色是儿臣唯一的孩子了 他要守着儿臣身边尽孝 也要为了永从尽爱 你是嫡母 皇帝所有的子女 都是你的子女 可是横提 是哀家西夏唯一的女儿了 没了她 谁为哀家尽孝 皇上知孝 便是横提妹妹嫁去克尔沁部 皇和娘也始终有皇上这个儿子 而且 儿臣身为皇嫂 也为了横提妹妹着急 诗经有云 彪有梅 七十七夕 求我术实 待妻即席 横提妹妹 已经到了彪梅之期 不该再耽误婚期了 你这皇嫂 真是不义啊 当年 那么多波折 差点 就是贤贵妃 成了嫡妇进 成了皇后 若真如此 今日 自称一句皇嫂的 该是贤贵妃 若是贤贵妃 成了横提的皇嫂 不知道会不会多体谅哀家呀 贤贵妃无子无女 那蒙古求娶 能嫁的便只有横提妹妹 皇上 也不必被臣子们利剑了 好 好 不愧是哀家自己挑选的儿媳 怪不得连皇帝都夸你 十足像极了一个皇后的气度 儿臣多谢皇阿娘的夸奖 非臣见过太后皇后娘娘 哀家正和皇后说话呢 你胆敢擅闯 太后请息怒 皇后娘娘乃是暴病之身 体育虚乏理 必须得按时吃药 否则的话 风体难以承受 是啊 太后 皇后娘娘该喝药了 她 她全靠汤药调着精神啊 而声 王阿娘 你胆筋竭虑 要好好保养自己的身子 才能护着你的女儿长晚 皇儿娘 尔臣一定会撑着身子 与皇上白头偕老 看着你要出嫁 好 哀家盼着你和皇弟白头偕老 那就三人了 就天天召了 去那天 娘娘 娘娘 你要撑住啊 本宫当然要撑着 本宫一定要等到皇上 下直让横体出嫁为止 因为刚刚顶装太后的样子 奴婢他们实在害怕 为了景色 本宫就算是豁出一切 还要把她留在身边 臣想来想去 横提长公主驾到科尔沁部 还是实在不妥 横提是嫡公主 有何不妥啊 皇上细想啊 端书长公主 驾到了萧永山战的准格尔部 那么横提长公主 若再驾到 尊贵附属的科尔沁部 那么蒙古宗亲中的两大部落 那不就都成了太后的女婿了 那么太后在前朝后宫的力量 那不就更增添注意吗 那你的意思是 或许 和静公主 可以驾到科尔沁部 皇上反过来想想 朝臣们的反对 未必都是替太后说话 也是为皇上的江山着想 快点 让 此者 一架 罢了 这人书 不下了 省上 皇上的心思并不在此 朕想到前朝的事情 心就烦 那秦带着朝臣们 极力主张驾景色 不驾横蹄 张廷玉 算是和皇额娘较疏远的重臣 他为朕思虑 也说要架景色 也不知他是否真心实意 应该是 张大人的话 臣妾昨日也听见了 如若横蹄真的驾往克尔庆部 曾长得的确是太后的权势 这为父为子 为夫为兄 又为久武之尊 许多的决断 确实让朕为难 皇上对太后 是内疚和忌惮 对和静公主 有着妇女的血浓之情 但是皇上更是天下的君王 皇上有着多重的身份 必有多重思虑 那就要看什么在皇上心里 是最重要的了 朕是皇帝 是大清的君主 朕的心里面 不能只有亲人 而无朝局 你以为是 不许多的 我爱你 是 我爱你